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晨好 欢迎准时收看我们的天天饮食 那现在呢 我们是在这个被大家昵称为 孙悟空之乡的连云港花果山 这个我们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啊 也是连云港美食之旅 在这里呢 我将会带大家一起赏美景 品美食 大家都知道啊 在这个西游记里边啊 孙悟空是横空出世 划着一个小竹筏啊 到这个仙岛上去寻仙拜师 学到了七十二遍 最后呢就变成了齐天大圣 而今天呢 我为大家做这道菜呢 就是跟这个孙悟空寻仙有关系的 因为做的这个菜品的样子啊 很像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 千岛寻仙 其实呢 这道菜呢是叫做千岛居民虾 就是用大对虾做的菜 怎么样选择大对虾呢 我们请徐师傅 带我们大家去看一看 老孙去言 现在我就带大家来选对虾 这是抹虾 抹虾呢 这个对虾呢 这个颜色成这个青绿色 看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颜色呢 这个比较光滑 第二个用手捏一捏 比较有韧性 有韧性 就是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对虾 质地比较好的这个对虾 这个呢就是公虾 公虾呢 一般这个颜色呢 呃 成这个 淺黄色 淺黄色的这个对虾呢 就是公虾 公虾呢 中间呢 就没有这个像暗颜色的这个纹 也是这个质地呢 比较光滑的 就是质地比较好的这个虾 我们这次做的菜肴呢 就选用我这个 手上抓的这个抹虾 来做这道菜肴 好了 我们连云港美食之旅呢 就从这条船上开始了 大家现在看到 我是在一条船上 这个船呢 也是就是被这个商家买下来 完了成为一个美食城 可见我们这个连云港人啊 对这个美食的热爱 就我们吃东西都要在海边吃 那今天第一道菜呢 肯定是跟这个大海有关系的 我们是选了这个海里边的大对虾 来为大家做一道菜 叫什么菜呢 千岛寻仙 千岛 好像没有太多的岛屿啊 这个我们是一个大岛 但是呢 因为一会儿我做的这个菜啊 很像这个一个一个的小岛 所以我们叫千岛寻仙 让我们看看这个 这道菜的原材料 那首先呢是色拉酱 糖 高汤精 对虾 鸡蛋一只 盐 首先呢我要给大家来处理一下 这个这个虾 大家看一看哈 这个虾要怎么处理 我们先把这个头要去掉 去掉头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这个皮啊 要包到最后一节 把虾皮去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虾呀 从中间 稍微破开一些 从中间破开 但是要小心 不要把它这个切断 把这个脏的虾线啊 把它去掉 我们用一根牙签 要把它定一下形 怎么定形呢 也是很简单 我们把它卷起来 用牙签 从中间 把它穿过去 来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虾呀 先定一下形 我们再做上一些开水 我们要把这个水做开 要把这个水做开 这个因为一开始啊 我们来到这儿以后呢 这个本来是想用明火来炒菜 但是因为这个 太大风了 这个火一开就灭掉 一开就灭掉 这个 所以用了一个电炉 肯定大家说 林伦怎么那么不专业 用个电炉来炒菜 其实有的时候在家啊 这个未图方便 用电炉其实也挺好的 水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牵刀当中的一个 放进去 大家看到 来 放进去呢 只要就是说 稍微的煮一下 它这个成形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把牙签拔掉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一些料 我们放这个色拉酱 放一些白糖 放一些高汤精 再放少许的盐 打上一只鸡蛋 打这个酱 色拉酱 要打到什么程度呢 要把它打到起浆 因为平时啊 我们在家里吃大队虾 哪用这么做啊 就放在开水里边 拿水 这个一啄 完了上来以后 蘸点调料就可以吃了 但是呢 这样做呢 是更显得有心思 好 我们把这个 最后一个 把这最后一个岛屿 放进去 这道菜呢 就可以 上微波炉了 现在还不能上桌 因为我们要把它 放在微波炉里边 用这个中火 微上六分钟 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美食就在连云港 那刚才通过师傅的 这个教授我的方法之后呢 现在做出来这个千岛寻虾 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小船 苏武功就是坐着这个船啊 来找师傅的 大家记住了吗 我们的千岛寻仙 味道非常的好 您可以在家自己试试 做一做这道菜 我们的千岛寻仙